为了强化社会安全网落实责任通报人员的责任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办理保护性案件 责任通报人员的训练教育课程 20号来到大五香公所 希望可以提升责任通报人员对家庭暴力 儿校保护、性侵害等案件认知还有辨识 也减少错误通报案件情形发生 来落实保护性案件保护责任通报的品质 为了强化社会安全网落实责任通报人员的责任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办理多场次的保护性案件责任通报人员教育训练 20日来到大五香公所 希望让责任通报人员更了解系统及流程 落实通报网络及提升案件辨识能力 希望说可以透过规划这样子的教育训练 然后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大家简述一下我们塞潘中心的社工到底 我们的工作流程到底是什么 那也大概就是也在重新的在宣导一下 相关的法规包括儿权法 然后家暴法还有性侵害防治法 那再来就是在社会安全网政策一个很重要的 脆弱家庭的服务的部分 我们都我们就是透过教育训练来 说明那个通报的流程规定 还有相关的指标在哪里 目前在台东地区家暴案的通报量最高 主要是因为大众对于通报认知提高 会主动向各管道通报 但在儿童疏忽与经济需求上则较不已被发现 保护性的议题就是比如说家庭暴力 或是严重疏忽照顾的也有 然后刚提到的一些其他服务需求 比如说他们家庭真的比较困顿的 或是有一些照顾压力的 其实都很多 目前通报量真的比较高的还是在于家暴的部分 因为大人会讲 我如果跟先生打架吵架 很容易就发现了 我有受伤很容易就发现了 但是反而那种儿童疏忽 或是经济议题 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社会主也提醒通报人员发现个案状况 协助通报时最好能把个案资讯收集完成 才能缩短社会人员后续的联系与评估流程 得以尽快协助解决个案需求 记得展文杰大午相报道 感谢观看